為什麼要躺下? 很久沒有人騎到躺下 真的很久沒人躺下 你也有啊,聽證也是吧 你有躺嗎? 你有躺嗎? 他有躺 他有躺的 所以你們 全部都躺下,你有躺? 我有躺嗎? 這是一個好問題 為什麼要躺下來? 為什麼只有你們這一票全部都躺下來? 從我現在開始 是不是? 我們是帶頭做爛的 你是帶頭躺的那一個 好啦,回答為什麼一定要躺下來 躺下來基本上有 有就是兩種原因 一種原因就是嚴重 嚴重 所謂的嚴重就是 你的小我基本上已經 快壞掉必須進場的那一種才會躺下來 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就是你必須換零件 你才會躺下來 先幫你 他就是屬於第二種 剛剛有換零件 你零件被換掉你都不知道 你看 他修理了什麼 不方便講 他還太年輕不方便講 那隱私要私底下問我我才講 你們通常是屬於 第二種比較多 你們都是第二種比較多 好像每個都有換到零件對不對 除了你以外 你沒有換其他都換了 其他都有換 另外有一種重症的就是 其實他是比較偏 換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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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整個海洋 一條一條新的 這種概念 所以基本上只要躺下來 就還蠻嚴重 就要算蠻嚴重 就要算蠻嚴重 真緣 50水貼紙 還有第二個問題 沒有 他穿什麼衣服 穿衣服的問題 他穿什麼衣服 他不是穿 他不是穿你們穿的衣服 一般會請順天幫忙穿衣服 是換官服 穿的是官服 但他不是 他是因為 今天我說他未來的路不好走 所以老大給了他一件能量衣 給他他一件能量衣 就是防止那些干擾 給他這個東西 所以你也有看到他換衣服 我剛才告訴你 你見面都有看的 我看你這麼多 一個達星牌 能量雨衣 這兩件事而已 一開始就有人來鬧場了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先維持資訊 先請 我一開始不是說 就說那個個性疾 脾氣不好 這些問題 這些問題都誰的 遺傳來的 所以 誰來了 母親來了 所以先處理母親的問題 先把他這些疾的個性先管下來 先跟他講清楚 緩一緩緩一緩 你女兒沒有起來 你也得不到好處 所以就先處理這些問題 處理完就緩下來了 緩下來才能處理 不能沒辦法處理 對啊 因為來那個職場就很亂 你站在外面都感受到了 一樣道理 對啊 這概念 所以 能量騙不了人 你感受得到你就知道 對啊 就騙不了人 所以我們為什麼會知道一個個性 能量來就知道他的個性啊 對啊 你是什麼樣的能量 你就是一定是那樣的脾氣跟個性 對 所以我們要修脾氣 修個性 就是這個概念 當你修掉之後 能量自然就順了 對 這個概念 喂 你要一組還兩組 講完了 你可以去搭車 第二個 第二個好像比較精彩 第二個 嗯 為什麼 他 夫家 的祖先 不是只有祖先 是雙姓祖先 有兩個性 有兩個性 然後有一方不妥協 一方好處理 另外一方不妥協 不好處理 那不好處理的那一堆裡面 又一個特別白目 更難處理 所以順天在溝通不良的時候 我就下去坐在他旁邊了 然後順天就說 班長 第二通話你處理 不好處理的那邊請我處理 我已經騎小白絲在那邊等了 要對戰了 真的有地下能量 有地下能量上來 然後我坐在廟上 收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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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白板那個 我幫你趕 我幫你趕 然後打出去 然後打出去的時候 那個 然後打出去的時候 然後那個 然後小咪 小咪不是一直把你能量偷給那個誰嗎 加真把能量給小咪 加真把你的能量直接偷給小咪 然後小咪就衝出去了 然後後來我是坐在那裡 再處理 第一個能量是 第一組是 損天處理的 那處理完了 他溝通完了 結果我就沒有用五字地 我還坐在那裡 結果第二端 他就說 交給我處理 我實在不知道 當時我在處理什麼 我都是給小我處理 你看我的香 打第一次 再打第二次 他都是丟出去 往這邊丟 那是一種 那是一種 就是當你溝通不良 對方拒絕的時候 我已經對你先理了 後面這個就是 兵 先理後兵的概念 第三次 第三次就是動武了 對 第一次 第一次溝通不良 第二次溝通不良 第三次我就 我香就衝下去了 衝下去那個時候就準備開戰 就是用動武 就是動武 對 就跟以前談判 以前古時候的人 談判不良摔杯子概念一樣 我就衝下去了 衝下去了 衝下來 衝下來 就已經第一批人倒地了 再點 再點第二批人倒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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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丟過來 就是把能量打散掉了 第三批人倒地冷 他沒有被我打散 白怒的那個被我抓來這裡處理 我不是請人家拿一個金給我 我就壓著他 一直壓到你們處理完一起送出去 我就壓著他 然後小咪在那邊跟他講話 小咪坐在這個地方我一直壓著他 小咪一直跟他講話 我就說 會怕喔,不要刺 我那時候在刺 不要刺啦,刺什麼 我一直跟他講,不要刺啦 然後就被我壓制在這裡 我沒有壓制他那邊沒辦法處理 我就把他抓過來這邊壓制 那你們那邊就正常在處理 然後你們處理完 我就停下來了 你們有看我們是同步走出去的 對啊,我一走出去那邊也出去了 同步 就是以小我之間的協作 你自然知道那邊處理好了 可以拿出去畫了 我也沒有看啊 那他們為什麼不同意 不同意是因為我覺得 他那邊是 人的因素很大 人的因素很大 他先生本身不同意 他修行 不同意 你還要再多一個 然後 所以 要溝通之前 我有先跟他講 我說 你先生是不是很不同意這件事情 他說 對 然後我就跟他講 那你確定真的要修嗎 真的要往下修嗎 因為 人的問題是最難處理的 你如果真的質疑要往下修 那 我建議你怎麼做 但是你必須說到做到 你如果做不到 不能怪這些祖先來 能量來欺壓你 他有答應啊 他答應了之後 我就反過來 解釋他們祖先說 人家有答應喔 人家做到你就不可以做干擾 所以變成我們是中間溝通的橋樑 如果這樣子溝通 可以雙方達成協議 你們還高拐 那我就動武了 就這麼簡單 所以今天有武打場面 對 有看到武打場面 只是現在我沒有跳的以前那麼激烈 老人 以前我就會跳得很激烈 今天沒有跳 我直接就是 用掌風 處理 二話不說就扁 對 二話不說開扁啊 不用先表演一下 我的功夫很好 對啊 就不用了 表演很好 那個什麼霹靂拳 不是被打死 閃電五連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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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是被打 好人家一拳就打過了 對啊 就這個概念 但是你們可以動手的理由是 是在一個 你們有立場跟合理的狀態之下 對 才能動手 如果是他們有立場 我不同意 對 那只能溝通 對 對 沒有立場 我不會動手 對 所以你們是站在一個有理的地上 對 對 如果今天是我無理 我動手 那我會變火不對啊 對啊 對 他們是要有理他們動手 對 所以他們純粹只是要阻擋 對 那他們阻擋的原因 只是一種執著 第一個是害怕他們拿不到 因為他修行之後會產生功德 那這些功德對副家來講可能拿不到 因為他先生反對 那他就有理由不給副家的 對不對 所以我先溝通你要讓你老公未來是同意你修行的 而且看得到你的進步 拜拜 而進而變成是同意的狀態 這樣他這些祖先才能得到功德 才能透過他的修行拿到該拿的功德 所以他們反對有理啊 我怕孫無同意 他們沒有受傷我拿不到 這樣啊 如果是你 你也不願意給啊 你的另一方不同意你修行你的 你不會給祖先的啊 我們 我比您家的都拿不完 我幹嘛給你們家的 尤其是女生 那他應該去找那個男的 對啊 所以也有很多人的修行 到最後是 南方祖先來要 南方祖先會來要啊 你老公不同意啊 你老公不贊成啊 這個時候如果是起零後發生的 我會直接請這些祖先去找這個人的老公 去找他啊 用到給他不送 用到給他知道啊 你就自己來講了嘛 對啊 就會這麼做 會弄到你自己 祖先來託夢 會弄到這樣 前一陣子有發 前一陣子就發生啊 弄到自己託夢 弄到自己託夢自己來問事 對啊 那你既然不相信嘛 我就讓你相信 祖先直接去託夢最快啊 對啊這樣就好了 啊這樣我們又不得罪誰 對啊 這個概念 把人家都說出發 快要走 隨便 做人家都說出發 我們就是 他是這地步 這個地步 對